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有望再次出演古装剧 化身魔剑女王爷 男主暂定临更新 要说顶流女星 赵丽颖一定是其中的佼佼者了 凭借着可爱的性格 扎实的演技 成为了很多观众喜欢的演员 自从赵丽颖当年成立了工作室后 更加是天高任鸟飞的感觉 2015年一部《花千古》成为了赵丽颖成名的敲门砖 不仅创造了内地周播剧的收视记录 甚至赵丽颖还凭借着该剧多次获奖 这些年的赵丽颖也一直在努力拍戏 不仅拍出了热播剧《油斐》 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等等多部古装剧 不过近几年大家也感觉得出 赵丽颖似乎在转型其他作品 《谁是凶手幸福到万家》就是最好的证明 不过就像赵丽颖曾经说过的 自己还会拍摄一部古装剧 而这部古装剧似乎要来了 根据网友透露 这部剧名叫《雨凤行》是由同名小说改编 预计6月份开机 甚至也有网友表示 赵丽颖已经开始招跟组的工作人员了 预计拍摄4个月 对于这样的消息 很多观众一定非常期待和激动了 毕竟赵丽颖的古装剧确实很精彩 而且赵丽颖古装造型也很可爱 其次 对于很多书粉相信也是一次满足 《雨凤行》是小说作者 《九路飞香》笔下的一部奇幻古装剧 而目前《九路飞香》已经有 《昭瑶》、《苍蓝爵》、《护心》等多部剧影视画 这一次再次选中《雨凤行》 也说明了该小说的魅力 又是赵丽颖主演 相信书粉对演员还是会满意的 根据该小说的描述 这部剧讲述的是《上古众神陨落》 只留下一位神君 却在仙魔大战后也销声匿迹 而女主则是魔戒的一位女王爷 却因为政治联姻而逃婚 最终被人打出凤凰原形 甚至落入民间 成为了凡间眼中的肥鸡 任人售卖 随后便遇到了游历人间的神君 最终两人命运巧妙地交织在了一起的故事 从小说描述来看 该剧的这位落魄魔剑女王爷 估计就是赵丽颖主演了 而根据网友透露的演员信息 男主则暂定为了林更新 其实对于林更新和赵丽颖这对CP 还是蛮让人期待的 要知道两人之前就曾主演过楚桥传 要知道当时楚桥传也算是一部十分经典的古装剧了 甚至播放量都突破了400亿次 甚至很多观众纷纷表示 期待着楚桥传第二部 但是如今看来第二部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毕竟这么多年都没有消息传出 但是能看到两人再次合作 也算是一种圆满了 其中从楚桥传到与凤行 感觉两者之间还是有相似之处的 前者是奴隶少女遇到了贵族 而后者是落魄凤凤凰遇到了神君 只是不知道大家在看的时候会不会出戏 那么对于林更新和赵丽颖的二大 你是否期待呢